我当摸金校尉的那些年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故事下方 礼物赞赏一下 疯子别动手 让这小子慢慢说 马如龙此刻被我吊起了胃口 生怕西庄男下手没轻没重 把我给捏死了 他背着手走了过来 眼睛好像老鹰一样 在审视着我 李叮当 你是说四姑娘不但打开了墓门 而且还在这座墓里留了后手 像马如龙这种老江湖 很少会表现出如此惊讶的表情 不过这一次 他显然是被我的话给吓住了 毕竟他们都在四姑娘手里吃过亏 即便有西庄男和凯撒林这样的高手在 一听四姑娘的名字 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那是发自内心的恐惧 我看西庄男揪住我衣领的手 都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 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 西庄男狠狠扇了我一耳光 没听见马老颜子问你话呢吗 快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四姑娘的后手是什么 那还用说 我嘲弄地看了西庄男一眼 四姑娘已经进了墓 而且她似乎对这座墓特别熟悉 想藏在哪就藏在哪 我们一个个却是无头苍蝇 假如四姑娘躲在暗处对我们下杀手 你觉得凭你这点手段能抵挡得住吗 你也只能欺负欺负我了 见我拐弯抹角地骂人 西庄男抬手又要给我一个耳光 马如龙却狠狠地挥了一下手 让西庄男退开 此时此刻 她的耐心似乎被我消耗殆尽了 雷叮当 你说四姑娘要杀死夏目的所有人 其中也包括你们 当然 我点了点头 就在此时 一直在吃棒棒糖的凯撒林 却好奇地眨了眨眼睛问我 叮当大叔啊 这可不对啊 我说 怎么不对 凯撒林说 四姑娘不是跟你爷爷一会儿的吗 怎么会连你们也杀呢 伸出叮当小蛇 故意地对我做出一个无比诱惑的 瞬心一口棒棒糖的动作 我知道凯撒林说的是事实 甚至连我自己都是有些疑惑 没错 她是跟我爷爷一起来的 甚至在木门没有打开之前 我一直以为 她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说到这里 我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 李丝墓中 四姑娘让我们先走 一个人赤裸着上身 义无反顾地冲向白毛僵尸那一幕 还有泥潭中 我们背对背对付名鼠的情景 那时候我们已经从路人变成 生死于空的兄弟了 但为什么刚刚走进木门那一刻 四姑娘看我的眼神会那么的诡异 那么陌生 那么像另外一个人呢 马如龙冷笑说道 你以为老夫那么好骗吗 我马如龙纵横到目前这么多年 走的路比你吃过的米都多 四姑娘若不是跟着你们一路的 为什么会出手救你 还帮你们拆了脚上的炸弹 错了错了 马老爷子 您错了 就在马如龙一口咬定的时候 一旁的张三炮却连忙解释道 你老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 不会不清楚道慕这一行的勾当 看咱们这一行的 向来都是无父无母 欺师灭族 连亲儿子都有可能为了一件宝贝 童死亲爹 更何况是一个半路搭伙的朋友 所以说呀 咱们向来是以利益为上 人情靠后 张三炮不愧为摸琴笑微 两三句话 就道出了盗墓界的现状 而且是合情合理 听得马如龙都连连点头 马如龙问道 那你的意思是 四姑娘其实一直都在利用你们了 没错 张三炮说道 四姑娘对这座墓实在是太熟悉了 干什么事都得瞒着我们 不止庙里那三只便衣水猴子 是受他控制的 就连我们两次遇到白雾 也是他开的机关 如果一个路人的话 会前方百计 想置我们于死地吗 而且 这时候我犹豫了一下 而且什么 快说 马如龙大声问我 此时此刻 他已经认定 四姑娘是一个为了墓里东西 不讲情谊地杀人狂魔了 我声音有些失落 而且 胖子和汪源潮在白雾里失踪了 怎么找都找不到 我怀疑是四姑娘下的手 凯撒林心有鱼记脱了头舌头 似乎被四姑娘给吓住了 难怪 没见那个胖嘟嘟的胖子大叔了 提及胖子和汪源潮的下落 我就不禁叹了口气 就在我心情失落的时候 马如龙突然走到我的面前 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了我好几秒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逼问说道 那小子 你知不知道四姑娘 为什么要杀死所有下墓的人 他杀人的目的 绝不仅仅是凑齐尸油点燃九盏青铜灯 那么简单吧 更何况 现在墓门已经开了 他完全没必要再去石油 凯撒林猜测说 也许后面还有几扇墓门呢 后面还有没有墓门我不知道 我说 反正我是觉得 四姑娘既然知道打开 羊头巨门的办法 就说明 她知道的比我们要多 甚至她还有可能曾经来过这里 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 并没有顺利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现在我们这些人贸然闯入 知道了她的目的 她怎么会轻易地放过我们呢 我明显看到马如龙的脸色阴沉了一下 似乎非常担心接下来的路 不过很快 她就恢复了笑意 像打量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 看着我 四姑娘的确非常厉害 我承认这里没一个人是她的对手 但只要有你这个人质在 她就绝对不敢冲我们下手 我早就看出来了 四姑娘对你特别重视 那你就太天真了 我冷笑了一声 语气中带着一丝寒意 胖子和王源潮都没了 你觉得四姑娘会因为我这么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投数忌气吗 我当摸金笑背的那些年 有声的紫金